大家看到这个空白的地方呢 就是一个比悲伤还要再更悲伤的故事 我本人总共定了四面镜子到这个地方 没有一面顺利到达这边的 因为全部都破掉了 啦啦对女神兰兰去年惊喜宣布 在新北买下2000万的新家 近来她拍影片开箱 新家以温暖又柔和的原木奶油风格为主 尤其是家里的木地板温暖又疗愈的颜色与材质 而且完全没有异味还能给毛小孩们抓 不过她装潢却遇到悲剧 直呼比悲伤还要悲伤的故事 里面的成员有哪几个 首先就是我手上这个 她叫做咪嚕 然后她没有牙齿了 所以她的舌头会掉下来 她已经是13岁的老狗了 她从我国中的时候就已经照顾到现在了 然后还有一只是 等一下我找一下她在哪里 她躲起来了是不是 回来了回来了 她叫做阿达里 阿达里桑 对因为她刚刚在进门的时候被摄影师吓到 所以她刚刚跑去躲在我的柴位了 算是我的招财猫之一啦 今年一岁而已 所以是非常皮的一只猫 她有点微斗鸡眼喔 她就是天生就是长这样子 请大家不要笑她 那第三位成员她现在有点怕生 我们看一下等一下录的情况怎么样 如果她愿意出来的话 我们再把它介绍出来给大家知道 OK 好那我们要直接来开箱家里啰 这个是火更衣室的门 然后也是从拱门进来 然后刚刚大家看到我变得很奇怪的东西是因为这个是长红玻璃 然后这个是怎样 这是可以锁的吗 它有两个地方可以拉啦 我现在才发现 我的衣服算很少吧 对不对 就是以一个女艺人来说 我觉得我衣服算少 然后我那时候是请了YOOW的系红柜 她帮我做了三个大的柜题 但其实我原本做了四个 原本是这边还有一个 但我那时候跟她们说 我想要有 我想要放一个全身镜的地方 然后我可以每天出门 我都可以在那个地方拍一些OOTD 就是好看的那种照片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空白的地方呢 就是一个比悲伤还要再更悲伤的故事 我本人总共订了四面镜子到这个地方 没有一面顺利到达这边的 因为全部都破掉了 大家有什么推荐的镜子的厂商 或是你自己就是做镜子的厂商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然后我再去联络你们 因为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 它就是一片空白 然后衣服都没有地方可以拍照 然后我往前走一点 这边就是有一个L型的那个地方 可以让你把东西全部除在里面 就是帽梯啊也可以放进来啊 然后甚至猫咪也在里面喔 你看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家的第三位成员 他叫做寒斗鲁 今年两岁天蟹座 他叫做寒斗鲁 那 我帮他把这个T恤盖回去 对不起喔 然后还有他的铁键 我觉得铁键很棒 他们铁键都有做缓冲 就是他可以这样拉出来 然后这三层可以放很多东西 然后这一层呢是我的私密的东西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付费解锁我就先起来给大家看 不行 再跟大家讲一个比备伤跟备伤的故事 我那时候拿到电子衣橱 我太开心了 我就先定了 然后我没有跟摄影师 就是说我开门方向的问题 那我这边原本有个顶天立地 然后原本有个放歪号的地方 照理说我应该是要开这一面 结果我电子衣橱 是开在这一面的 LG的厂商有看到的话 可不可以帮我改一下门的方向 拜托 又有点头晕了 好接下来来看我们家的重头戏 就是我们家的客厅 我觉得客厅算是一个家最主要的地方 算是一个灵魂 整个墙面的那个油漆的材质 它们都是用手刷去染的 这一面墙呢 其实它原本应该是在这里 就是我们整整往后退了40公分 因为那时候 建商的格局是做三房两位 然后一厅 那我把它打成两房 因为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可以放衣服的空间 所以它这个后面原本是另外一间散房间 把它变成我刚刚的更衣室 油漆的颜色考虑了蛮久的 因为其实油漆还要取决你的光线 然后你的光线要做黄光 自然光还是一半自然一半黄 就其实还蛮多学问的 所以那时候研究了一段时间 然后选了自然光线 然后再搭配上这个颜色的热涂的那个手刷成分 像这个整面我家里面的电视墙 其实也都是用热涂去手刷做的 然后我刚刚说我们家非常多的弧形面 这一面我自己就很喜欢 整面都是选用全部一样的奶油色系 然后大家有看到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 这不是挂衣服的 这不是放的东西 这是一个毛跳台 我这是真的是从山上运下来 这是我的设计师开车上山载下来的 因为它有一个香香的味道 所以我一直以为它是快木 但它是江树去做切割 然后这边做很多层很多层这样上去 一路到整个天花板都有猫到 然后上去呢 它到这边整个L型的都是它们在 大概天花板 就是它们的天堂就对了 跟大家说一个 比悲伤再更悲伤的故事 就是 我做了猫跳台 但我忘记我家的猫是短腿猫 我跟你说 我家的猫最多 就是 就是 就是像到这里 这是它们的极限了 它们从来没有就是上去猫到过 所以导致我现在在想说 我要不要再养一只长腿的猫 这边呢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是 因为我家的木地板 每个人进来大家都会就是 大力的夸奖我家的木地板 因为它们觉得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它是不规则的 它不是说一块一块一块 它是一块大的 然后中的小的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